今天的話是那個中文大學的承諾依賴教 然後今天的話我們是把蔡英文的一些我們之前漏掉的證件 包含他的觀光、動保、文化、新人向政策 他是一個比較邊就是跟東南亞的外交相關的政策 來做就是處理這樣子 然後感謝婷玉 然後博燦 然後還有就是致電的協助 然後我們把這些給做的討論這樣子 然後現在比較有趣的是呢 就是我們現在把它分成400 對 然後因為我們之後會想要做一個東西就是 把這個 可以讓使用者自己去開關每一個欄位 因為現在的狀況其實就是不管怎樣 就是現在如果你在手機上面看嘛 你就看到像這樣子的中心 對 然後會很崩潰 你可以直接用手機來看 他真的就是長這樣 所以應該還是要做一個就是開關的機制 對 然後我今天的話是寫到了可以開關 可是現在你需要打開那個開發者博士的那個DIW console 打一下指令下辦法開關 我還沒有做GUI 所以大概之後做出來會像這樣啦 就是網頁打開來之後會這樣這樣 然後你可以點上面的這個按鈕 或是其實整條都可以點 按下去之後他會幫你選擇欄位 他選擇欄位選完之後他就會 看你是要切成一盤兩盤三盤 還是怎麼樣 不會讓你自己選 對 當然是這樣的感覺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恭喜朱一文有增見了 對 就是重點就是他主要是靠他這個 帝國制實裡面他有提到一些 跟國家體制相關的東西 例如說要做所謂的國情資文啊 然後還有推動內革制之類的部分 這些程度會大於上面 然後目前的話還是朱祝節的就是 東西比較多 對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今天的成果 謝謝大家 還有一個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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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好